澳洲知名的菲安以及服务评比网站 公布2015年全球十大卓越航空公司排行榜 由纽西兰航空连续两年夺冠 值得庆幸的是国际航空长荣航空也拿下了第七名 并且荣获了亚太区最佳长途航空公司 对此长荣表示很荣幸能够获得专业人士的肯定 未来将要朝更精致的服务努力成为全球最好的航空公司 来台旅客人数再创新高 截至目前为止 今年已经超过900万人次搭计来台 凭观光的同时 澳洲知名的菲安与服务评比网站 也公布预估的2015年全球十大航空排行榜 拿下榜首的是纽西兰航空连续两年夺冠 接着依据是阿提哈德航空 国泰航空 澳洲航空 值得庆幸的是国际航空业 长荣航空也拿下第七名 并且获得亚太区最佳长途航空公司 我相信一定能给我们台湾的航空产业 带来更长足的进步 对此长荣航空表示 能够得到航空业 资深媒体人与专业人士肯定十分荣幸 不会因此骄傲 而是要继续做到最好 根据了解这份排名 是依据航空公司的服务 创新 员工投入程度做评比 入选的十大航空公司 还必须做到飞安满分的七颗星标准 简直是把豪宅搬进家里 果然也让中东的阿提哈德航空 拿下大奖 网站还同时公布服务榜 最佳头等舱是阿提哈德航空 最佳商务舱为国泰航空 最佳经地舱为泰航 甚至还评比出亚太区 最佳联航是酷航 高油价时代 立凭载客率的同时 飞安与服务依旧没有妥协空间 东西文章程周焕君 在台北采访报道